三星顯示五月才發表最新偶類面板 還有顯示技術應用 下半年業績看好 沒想到卻迎來罷工的噩耗 工會與三星顯示管理部門 在新資上談判破裂 從六月二十一號起實施罷工 會有兩千四百名員工參與 占整體約百分之十 這是三星顯示成立以來的首度罷工 恐怕會影響產能 台廠渴望受惠 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對友達跟群創其實短期來 他可能只要停產 他就會產生一些轉單的一個效益 那這是有一個有利的一個情況 三星顯示罷工如果影響LCD產能 短期上台廠友達群創 有機會迎來轉單 利多消息17號面板雙虎 盤中都上漲將近百分之五 但外資依舊不看好 將友達群創評級都砍到減碼 目標價下探17.2元跟15.6元 短期我可能會整理一下 但是我覺得英元今年獲利非常亮麗 當大家覺得今年接下來的獲利 還是能夠適度的維持 不會大部分摔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面板股票還是有機會 做一個適度的反彈 受惠疫情拆經濟 台灣雙虎今年財報亮眼 EPS挑戰近年新高 但外資減罵高居單日賣超一二名 除了來自第四季面板漲幅將趨換 產業後續發展將面臨挑戰 參選許智雄方向太不倒